字幕君 李宗盛 E3 柴油提灌注意什麼 柴油提灌的變數箱相對問題比較少 可是柴油還是一樣柴油不管是體礦還是什麼車 你要注意如果以服飾的講你那些電腦 燈號要注意擦電腦就知道了 柴油就注意有沒有冒黑煙他那個管路有沒有乾淨 12馬3跟Focus怎麼選 12年還是12年12年吧 沒有選你自己喜歡的我是會選馬3 我跟你講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經驗覺得 福特因為我覺得比較偏美系或歐系那個角度 那其實很多進口車包含福斯剛剛有人問都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那個車在年紀輕的時候通常 有問題就有問題了 沒問題其實就沒問題了 但是他隨著他年紀越大我覺得他的花費會越來越兇 然後問題會越來越多 而且零件也沒有在便宜 福特當然便宜啦我說提款那種 所以 你如果要買12年也10年車了 除非你就是看準的他很便宜你去買 但是你回來你的保修上面你就要花很多金錢跟精神 其實我很少收這種10年以上的福斯車 那漸漸的10年以上的福特我店裡其實也沒有在賣 你們如果有看比較久的 觀眾朋友應該看得出來 那種車我其實在我店裡真的很少 除非他真的車況是很好的 福斯電腦怎麼了 沒有我是說插電腦 那你就知道說裡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故障 不是說他電腦怎麼了 注意他一些燈號 看他電腦裡面有沒有一些故障 我跟你講越老的歐洲車插去故障碼一定一堆 然後日系車為什麼我跟你講馬三 因為 日系車他的強項就是在於 持久 他雖然沒有比人家 size比人家尺寸比人家好 但是這個持久 妥善率啦你站在那個 長遠的角度下來看因為你如果 真的只是要代步而已 我當然我會 老車一定要以日系車為主 那不是說老歐洲車不能買 老歐洲可以買 但你要有足夠的 認知啊 你要買 買一台 老福斯回來 你要求他要跟 日系車一樣的妥善率 或是維護 我覺得 你基本上就是 不可能的 DPF DPF就是那個 碳罐 整個柴油車就是整個管路 會積碳的全部都要 看他有沒有定期在清 有的卡到都沒洗過那種 你買到那種都沒洗過的 整個管路卡 整個很厚的油垢 回來你就弄死 外匯車怎麼看 我基本上 也不太收外匯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之前的外匯兵是有遇到維修的問題 就是國外有招修 但是 台灣這邊的 原廠不理我們 就這樣 那為什麼 Type R要收 日本車怎麼有 日本車沒什麼壞 拜託 Type R是一個精神 我所謂的外匯車是那種 雙B那種 因為你沒辦法 你今天雙B有選擇嘛 你現在買 C300 有總代理的可以選 但你要買Type R沒有總代理可以選 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買愛快 買菲亞特500 你就沒有總代理可以選 所以你只能選外匯 那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你是沒有選擇 你的小阿虹要換引擎換成小師你會停損不休嗎 換成小師我一開始就不會買 他當初買的時候我就跟他講過了啦 我真的跟你說 你跟不跟我買車無所我真的覺得那個車不要買 我早就跟他講過了 換一個角度想也不是壞事 第一個 我跟你講 女孩子買車都是這樣 以感覺為主 對不對 他就喜歡 即使你跟他講說未來會有問題 他也是喜歡我就喜歡 對不對這第1個 那第2個是其實站在他的立場他是YouTuber 所以他的車有問題沒有一次問題他就給拍一次片 也不錯啊 也題材吧 搞不好他的車修了那麼多次 幫他換了多少流量多少 點閱多少訂閱回來也不一定 2020 WRX CVT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要去買到壯的 還有一種啦我不知道你想怎樣啦 可是 有一些這個像這一種車也蠻容易去遇到大改然後改回來的 他改了很多很緊繃的東西排氣管啦拉桿 能拉的拉桿全部都拉了有沒有進排氣什麼都給你用 改到 花八年了然後要賣的時候因為他都用有牌子的什麼STRA什麼有的沒有的都有白煮的 還要賣之前全部拆回來我覺得如果花一樣的錢買一台拆拆裝裝過的 對不對跟一台沒有改裝沒有事故過那當然我啦我是比較傾向買原裝的你如果小小的點綴改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怕改很多有的人電腦晶片什麼都改 那弄回來又沒跟你講那很容易你會毛病很多 再加上說 有時候我們都會比較有一種錯覺就是 車子改很多有沒有可能 有去跑比賽或是常常去跟人家配車 會不會可能在車況上面會比較差那當然有人會說 其實有些人改車他很顧車也是有的 那我只是以這個 比例跟那個 機率來說啦 我會覺得風險會稍微高一點 小老師有講過歐寶 吉普回歸的看法嗎沒有沒什麼看法 我跟你講 這種新的東西不要問我我的個性一律就是靜觀其變 因為這個之前 我們 小時候看這個牌子沒有很好的經驗 所以我們也不會衝第一 你看為什麼 逼力後差我們就衝第一 因為 頭又大 前面的經驗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了不起漏漏水啊 偷這個偷那個有可能 對不對但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衝第一個沒關係 這是我做事的原則嘛 比如說 HRV 你們問我就說我會去買 為什麼 Honda的車 FIT我們也衝第一個 有電對不對 我們也是很早衝啊 這種有前力可循前機可循 我們會覺得應該不會太大的問題 我們就衝沒關係 這種 小時候看他好像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理想我們就觀察 奧迪A3四門的外型 你要買四門的A3 我跟你講你出去車商會很歡迎你 二手車商會很歡迎你 我跟你講你要買四門A3你 走到哪一間 二手車商他有這個 四門A3你走進去你說你要買 會笑得很開心 那票房毒藥你知道嗎 那就跟你們知不知道以前比如說替打 有出過四門替打 然後SX4 以前有出過四門SX4 March以前有出過四門march 還有我之前介紹過的賓士A class也有四門的有沒有 都算票房毒藥的一種你知道嗎 在二手車行的角度來說 就是四門的一定會 比五門的難賣 就簡單講就是這樣所以你去 車商都會 笑口常開 一定給你好臉色看 不是說那個車不好啦 A3我們剛剛講A3四門是說他 他真的 其實坦白話講我剛剛雖然這樣講票房毒藥對不對 可是我們再換一個角度喔 如果你喜歡那個四門的A3的話 你也不失為一個可以下手去買的機會為什麼 因為車商不喜歡 所以就會造成說他價錢賣的會比 五門的還要便宜 你知道嗎 你如果剛剛好是那種非主流的 審美觀 這個我一點都不會 覺得不好喔 對不對你是非主流的審美觀 人感覺不好看的你覺得不好看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挑到一台車礦好了 有沒有道理 因為那些車商都沒那麼快賣出去 他們都很想很希望每一間車商有這個四門A3的都很想 很希望你買他價錢就會軟 那就慢慢挑 挑一台車礦好 對不對你能買的又便宜 車礦又好 有機會吧 你去那種熱門的 對不對 大家不管車礦好不好的那個灰色利帶多大都搶 那你就很難挑到你要挑到車礦頂尖的就比較 困難一點 這換一個角度想是這樣沒錯吧 我覺得這個也不思為另外一個角度 目前還有需要公益車嗎 四遙我們公益車是排滿滿的 我們排的其實已經有點滿了 現在我們可能會去看一下這個車款適不適合 像今天也有一位好心人士善心的真的很有愛心 我在這邊 這個再一次謝謝 如果你有捐 想要捐公益車 那被我 婉拒的話 我們還是 非常謝謝你們的 愛心 公益 那可是 有一些車款我們會比較擔心說做公益車怕 本來想要做公益好意給人家一台 好用的車 結果變成 害人家回去可能 問題 很多或是修很貴 所以像今天有一台Volvo的好像S70吧 說想要 捐公益車那我們就婉拒 或者是一些 福斯車款比較老舊的 那我們評估或是有一些國產車 日系車 雖然他是 可是跑了30萬公里40萬公里 那我們也都會 婉拒 對因為 我們會覺得說有時候會覺得說評估說 我們擔心公益沒做成結果 害人家花 花費更多錢去照顧他 我覺得這樣子也 不太好 所以我還是這個要先 跟大家道謝一下 很謝謝你們的愛心 一台M3被拉到6000轉沒休息拉5次 最後拉到冒煙 這我好像有看過人家在講 但我沒有點進去看他的內文 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吹吹吹吹吹 他要吹說他的噪音會大聲 這噪音我覺得很奇怪 我其實我曾經想過一件事情 之前不是說我們先不管有沒有驗噪音 第一個 路邊的驗噪音 之前不是說有那種路邊拍照 只要他 偵測到分貝超過多少 然後他就拍照有沒有 那有很多 法拉利小牛 他也沒有改裝 對不對他是原廠 他一發起來 啵 請問一下 這個噪音會過嗎 如果萬一 他在外面被拍照了怎麼辦 我這車新車出來 去監理站通過測試領牌的 原廠我連改都沒改過 全部都原裝的 你現在 說我的分貝值過高給我拍照 請問一下 這是要算什麼 這要算什麼 沒有我是想到這個問題 你如果今天我去把他改太大聲 一回事 可是我這個新車出來 就這麼大聲了 對不對 像那 那種 新車出來發起來 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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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那個噪音怎麼算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研究啦 你像我的那個 馬薩拉蒂也是啊 沒有我只是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我真的 我不太了解說 他那個法規 到底 對於那個噪音 是 他之前還有那種說什麼 分貝劑 然後你過去噪音 高過多少直接給你照相 叫你去驗車啊 我都原唱的 是不是很老命呢 如果假設真的是 這樣子的話 對不對原廠的呢 Toyota有領牌車減2萬的方案 業務也說是新車不是庫存車 為何會比較便宜 有可能是 在湊那個 每個月不是都有統計領牌數嗎 各車廠會 比較領牌數嘛 所以他們有一些可能 我不知道我猜的啦 可能會 要那個數字嘛 那第二個還有可能是營業所 以前 以前啦現在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久沒有 跑行車公司的 以前是這樣 比如說你這間營業所 如果這個月賣超過 80台車 那你的獎金 計算會 爬一個level上去 讚讚嘎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剛剛好差三台差五台 你就可以有一個 翻倍的獎金 比如說啦 那怎麼辦 快月底了 怎麼辦就差五台 好吧 零把他領出來 把他先領出來 湊到那個 水龜以上這些都會推薦嗎 這要看你的車種 你例如說你 銀昧的加大變速箱油底殼 也 不是一個 正確的方式 因為 變速箱 油 跟溫度 也是有規範的 你銀昧的 降太低也不行 對不對 然後全鋁的水箱 可以 但是這個 一樣 你還是要去注意說 你以前的 低溫水龜 強化油管 這些東西 你都要去注意說 你有些 改得太低 他會造成你的油溫會很難 到達工作溫度 所以這個 並不是全上就好了 那看你的車款 到底有需要降多少溫 有沒有需要降到那麼低溫 還有你的開車的習慣 跟方式 你是要去跑比賽嗎 跑比賽的話你就是一直都是在 撐到緊繃的 轉速的狀況之下 那你當然 能夠降溫的 全上都沒關係 因為你一直 一定會到工作溫度 因為轉速一直很高 所以你一直都 一定都在工作溫度 所以你一定要把東西全上 可是 你如果是 一般的使用 有沒有需要把溫度降到那麼低 這就是另外一個 角度跟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去 評估一下 你希望他壓到幾度 你希望你的 操架是怎麼樣 那一樣一樣去試 那這些東西的確都是 降低溫度的方式 包含還有除了你講 低溫水龜 還有那個 低溫風扇 等等的 很多 都是降低的方法 或者是這個 進氣導管 把它導到比較 最便宜的就是用 那個 冷空氣的進氣導管 看你是不是渦輪車 把它導到那個 進氣孔 把它導在保險桿 最前方的位置 讓進氣先 降溫 很多方法 對啊 所以要看你 你的車款 跟你使用的 狀況 對安利分享 上次我那個 上個禮拜 禮拜五的 你要賣多少 以孤遊 那個有沒有 AUTO 我是不是收13萬多 然後有一個 說是粉絲就 他留言給我 我因為我們 現在 YouTube留言 YT的人幾乎就沒什麼 再回了 然後 好像到粉絲專頁傳訊息給我 他跟我講說 他說小事哥 我看了你的 AUTO的 影片 然後他說他去年 家裡一台AUTO 也沒有事故 里程也很低 然後 白色的怎麼樣 然後結果他去車商 賣給他3萬5 他說 請問小事哥 你有什麼想法嗎 我說我沒有什麼想法 第一個 好險不是 我跟你出3萬5 要不然我就被人家爆料 然後 第二個是說 我說如果 當初 你們買賣過程當中 他沒有脅迫你 對不對 威脅你去簽這個 3萬5的約 叫你3萬5 賣他 那基本上 就是 你們兩個 兩情相悅 合意 信 不是 合意 這個 簽約 對不對 雙方合意嘛 對不對 不管你是被他這個 動之以情 說之以理 還是怎麼樣 只要他不是用一個 不當的手段 威脅利用你 那基本上 簽合約就賣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 法律上的問題啊 那至於 道德上的問題 那這個 也沒什麼 道德規範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 誰現在就這樣 你有可能說 你今天你去吃 胡鬚髒 對不對 你吃完啊 再處理 小事哥 我剛剛去吃胡鬚髒 一碗滷肉飯 要50幾塊 小事哥我覺得我被騙了 小事哥你 你怎麼看 你有什麼看法 啊你吃 好好吃喔 你也是一直吃啊 哇 胡鬚髒 好好吃 還有那個小小的醬瓜 結果 結帳 對不對 一碗50幾塊 小事哥 我剛去吃胡鬚髒 一碗滷肉飯 50幾塊 我覺得我被騙了 小事哥你有什麼看法 類似這樣 那種感覺 我就會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啦 對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 學一次乖嘛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這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不管你是買車 還是賣車 貨比三家是你的權益 也是你的權利 你一定要做到貨比三家 你沒有做再說人家騙你 我覺得 我會覺得是不是你沒做功課 沒有啦 因為像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這樣啊 我還是在這邊 再次跟人家強 跟大家強調就是 不管你買或賣 就是多問 多比較 真的多問多比較 包括小事也一樣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 好來估車 說小事我跟你講 我沒有估過第二家 你講多少就多少 我不要拜託 我拜託你多問幾家 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一個基準點 你就不知道小事給你的價錢 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是高還是低 對不對 會造成一個狀況 我覺得我已經買很高了 結果回去 我跟你講 那都很厲害 今天 冠儀又來 撲車拍撲車影片了 上次那個X3我是不是買很高 正常的一個操作啦 因為今天我如果假設我是別間車行 被小事買走 大家都說小事買很高 我還可以 賣什麼 你懂為什麼 即使我是原廠 我也覺得我很掉漆 我怎麼原廠 估得比小事還低 那這個時候要講什麼 喔 你幹嘛賣小事那個價錢 我可以更高再收 他買130 我本來想說135的 你賣他了喔 我如果真的在欠一台來 你也不會135塊我買 你懂我意思嗎 不能落差啦 所以你今天你沒有去別間賣 然後呢你回去 別間車行 或者是有親戚朋友說什麼 他的 媽的大表哥的 小表弟的舅舅 的誰誰誰 有在賣二手車 他沒有賺到這條錢的人 你賣小事 才賣30 我本來想說50要給你收啦 那賣三十而已 我太刺了吧 我給你勾我刺喔 有沒有 就出來了嘛 他如果真的簽來要賣你50 你還不會你會買嗎 不會 馬後炮我就會打 就跟上個年紀的男人一樣你知道嗎 上個年紀的男人 那我再說 我 voir 把妹的老婆 Bridge como 언니 好 我跟她說 逗到他 عن罌 跳不上個尺碟 你看過嗎 喔 你有聽過咪咪你叫不 啊哈哈哈哈 你有聽過嗎 單照左右你有看過嗎 那要吹出來一直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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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胖有沒有 你看過嗎 好 我跟你說照用啊照強啊 我本來還要處理一次 喔不行 我不行了 我弄不住了 我身上去讓我腳軟軟 軟腳啊 你真的出一張嘴 誰都會講 講到背天會爭地啦 你知道嗎 所以喔 孤車這種東西啦 你今天如果你孤過三間 比如說我假設 小獅孤28 這個另外一家店 檳榔層孤27 那你賣小獅28 合理吧 然後回來 又有那個 啊 你賣小獅喔 坑爛爛爛 啊 沒猜我們吃菜那麼久 你的二表哥的大表弟的阿咪 的小孩子就是我 啊你沒賣沒關係賣那個什麼 網紅 啊你這樣對 啊不是啊 你孤27 啊 小獅孤28我賣他啊 他比較高 那不是這樣說 我早來知道你要賣這樣 我三十給你賣 怎麼有那麼快 吼 自己爺爺比較有差一兩萬啊 對不對 我那天就跟你說啦 我把我們沒創到腳軟體的 夠差這兩萬塊 對不對 那自己的啊 齁 不猜我們這樣 穿穿關懸 穿穿不夠夠 你怎麼 看過嗎 阿車不會在網紅啊 你不會太少啦 可是我跟你講 雖然這樣你被注射了 可是你的確的的確確紮紮實實 你就問過三千 所以你自己心裡會很踏實的知道 小獅的價格是合理的 對不對 你就不會被注射了嘛 那如果今天你沒有問過 小獅28把你收走 那聽到說 30 35 你會不會覺得小獅好黑喔 媽被小獅賺走了 對不對 小獅給我估28 結果28是很便宜喔 有沒有 你是不是很容易被人家打針走了 所以我真的認真喔 我還是在這個影片當中跟大家分享 精華也要剪就是 我從來不會說我的價格是最高的 但我交易安全 我可以保證 過戶跟你拿錢 絕對不會少 一定會幫你過戶 也不會過一個月兩個月 三個月回來說 欸 林真正 我跟你說齁 我等的啊 你三個月前齁 我幫你買一隻馬三的啊 我沒有跟你付諾那麼多 我告訴你 現在你這馬三 演員派去了 超怪Q啊 那你看要怎麼處理 欸 啊不是啊 我已經賣你三個月了耶 這現在不是中國的問題啦 齁 人家有什麼啦 你買我演員 民眾 都要是好的 你知道嗎 啊現在派去了 啊 三個月了耶 欸 不好意思 我已經賣你三個月 我就跟你說了嘛 現在派去了 看怎麼處理嘛 沒有啦 沒有人 我怎麼處理 錢我也花掉了 車款那時候 跟你拿了車款 我也去買新車了 啊你現在三個月 你回來跟我要 沒有啦 沒關係啦齁 啊其實這樣合約定啊 有你的那個資料啦齁 齁 啊你如果說齁 你不要處理這個過 我看我是那個 我們也不會跟你學不會來 我叫歷書齁 可能跟你照顧大視啊 啊我是希望齁 我們事情簡單處理就好了 我們不太多錢啊 我是看齁 你吹到齁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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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沒辦法上班啦 好不好 啊 沒關係啊 啊上面我也有你的地資 啊不然這樣啊 明明我叫我上面帶你去那個 坐車的那個阿門齁 我們小時候齁 才來人家 跟你照顧一下啊 這樣啦 啊我有你的地資 沒關係 沒有我 我們不會跟你威脅喔 我們是整理是做正常咕咕 等等的喔 你不要五歲喔 我是說喔 我們會到府上 跟你們好 就是大家照顧一下 看怎麼處理這樣啦 不用擔憂啦 我們不會怎麼啦 我們正常生理人 今天你如果出門上班 你正常出門上班都沒關係 不用怕我們阿門在等你 都不用擔憂 不用擔憂啦 啊台車的時候 就注意 比較注意的就好了 那行車安全要注意這樣啦 不會 我不是那種人 你就注意行車安全這樣 明天我叫我們阿門照你這個地資 來現場好好跟你討論一下 看怎麼處理更好 不用擔憂 不用擔心 你的全家人都會很好 我照顧你這個 身體健康辦法處理 出於平安 好嗎 啊像這樣 不要處理 不要處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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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說 我剛剛講交易安全 我們也不會說過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回來 說要告你說你什麼東西怎麼樣 說要跟你協調 對不對 到最後你接到這個電話 我賣一台車 我賣一台車 不成這樣 你就回撥電話 喂 欸 人情是什麼 不是 原理 引擎多少錢 原理 沒有多少 我收你15萬 15萬 15萬 我怎麼拿得出來 沒有啦 我不是那種人 完結我就跟你說 從你到我記憶民那天我就跟你說 我做政策成立的啦 15萬 今天我賺的啦 我如果15萬都要幫你拿 要幫你賺 沒道理啦 我們出來招條說的是說一個道理 我真的 現在我的人我不是賣感受而已 我自己買的 我有風險 我會搭 你如果說這15萬 我都幫你拿 沒理 人家說等一下 我自己出來 我自己就想要把我自己批出來 我自己批出來 我自己批15萬的 我自己批很多人 我告訴你 七七八八不要就拿7萬就好了 你批一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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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到最後就喬價錢 有沒有到最後 息事寧人 帳戶給我 好啦七萬解決 要不然我每天出入平安 還要祝我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對不對 好啦反正 貨比三家 買車一樣 比了三家 不要事後說 才來這邊跟小師說 我就是太相信你啦 我都沒有問過 我跟你說啦 絕大多部分 我講真的啦 十個說他沒去外面估過 有九個都其實都估過了 然後到最後再反過頭來搖我一口 說小師王宏啦 我賣他啦 不會太秀啦 那當初簽約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跟你這個協迫嘛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這個威脅力 啊你開心你才賣我的 所以其實這種狀況 當然我不會給你很誇張的低價 像今天我們也遇到一個消費者來啊 比如說一台車我跟他抱55萬 他開來 然後他說我想知道為什麼你們估那麼低 不是我跟你抱了價 那你覺得太低你就不要賣我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原因 我上個禮拜才分享過 原因有很多 對不對可能我沒錢了嘛 可能這個車我不喜歡嘛 可能里程數太高嘛 可能怎樣怎麼樣嘛 對不對我上個禮拜的直播也才分享過 所以我覺得 我有時候我們報價低 有可能是一個軟性的拒絕嘛 欸有些人你跟他說不收那會翻臉 我以前有一陣子我想說啊 報價人家 就說欸小獅你 比如說遇到一台車問我 想要孤車 那我不想買我抱很便宜 也被人家講喔小獅很黑 抱很便宜 為了避免人家誤會 那我就直接說不好意思我不收 欸不收也不行 啊小獅你是怎樣 我的車是很壞的喔 你沒收我的車是怎樣 你看我沒的喔 你現在是怎樣看不起人 我開這便宜車怎樣 你現在都是收馬沙拉利那種就對了 我在公圍叫我生啊嘛 我跟你講我講什麼都不行 我報價被說太低 軟性的拒絕 報價低就軟性的拒絕嘛 啊我不報價呢 說我看不起你 我就說人喔 如果這麼難做 做狗真的是還不錯啦 沒有啊這些人這麼多問題 看到油財不爽我就媽 對他廢我就去追他 我看到東西吃剩的雞排 看起來很好吃我就吃 很輕鬆耶 喔當然好辛苦喔 常常聽到車主有顧車 有顧車的標準是什麼 很簡單啊 有正常的在保養 內裝使用是有愛惜的 你沒有看過所謂叫沒顧車的人 那裡面整個打到的 門可能都用踹的 然後裡面東西磨了亂七八糟 這邊也斷腳 那邊也被他弄斷掉 弄粗陋的 對不對啊也不照定期去保養 油泥很多肉有肉料 底盤 嘻嘻啊全部都亂七八糟的 整個看起來就是 從來沒有照顧過的樣子 那就是糟 有沒有顧車 對我們來講是一種經驗 一種體會 一種認知 所以他沒有一定的標準 我們不是很強求說 你一台五年車八年車 來要像新車一樣 不是 有顧車不代表說他不能有傷痕 對不對 你正常用都會有傷痕 都會有使用痕跡 所以所謂的有顧車 這並不是說你的車完全不能有使用痕跡 而是那個使用痕跡正常的 不是人為破壞了很多地方很多東西 方向盤 安全帶拉到都起毛球 然後髒的鑰匙 噁心的鑰匙 椅子髒的鑰匙從來沒插過 一副就是從新車回來從來沒插過的樣子 之類的 所謂的有顧車就是這樣子而已 請問你對於買手排車後脫手會不會 是不是很困擾 我不會啊 我不會困擾 手排車有手排車的群眾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兩面論 有人說手排車脫手很難賣 因為會開手排車的很少 但是你換一個角度來想 他的族群雖然少是有的 所以只要我手排車一上來 很容易就中了 因為這一群喜歡手排車的雖然是少數 但是市場上手排車也是少數 所以只要有好的手排車來 他們就會來買 你看到的缺點 或許就正是他的優點 以前不是有個故事嗎 去非洲考察說完了 我們賣鞋子的嘛 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我們在那邊鞋子一定賣不了 對不對 你換一個角度想 我看藍海啊 都沒有人穿鞋子 我去那邊賣鞋子就對了 我想奔爬讓他們養成穿鞋子的習慣 我就發財了 有沒有 看你怎麼想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